來 坐好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我們 內加拳很重視內三合外三合 就是心意喔 心意切切加 手與胯 肩與胯 手與吸 手與腳 你看我們出拳的時候 其實他要求很嚴格的喔 我先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你看這樣 我打不到他 所以我就去夠他 你看 我的肩是不是跑出來了 我的胯在這裡 我的肩在這裡 肩跟胯不在一條線上 不在上下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夠 這個時候 夠的時候呢 對方稍微再閃一點 這全部都是軟圈 這種拳最好攔 也最好摔 所以我們一定是 肩 腰法 手 吸 手腳要合 當我們出拳完了 手會向前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是 因為你三合已經合完了再發勁 所以你看 當我不動手 我就是完全不要用手出力的時候 我只是做三合發勁 你看我這樣這樣 輕輕的搖 你看 三合 我很輕 我不敢用力 因為用力他的手會受不了 我很輕 你看這個就是三合 這個力量就很強 你看 力量 這樣就三合 漂亮 三合 然後 就沒有三合 所以我們出拳一定要有三合 第一個三合做到了 這個還很容易 太極拳要求的出拳是 我在前進後退 左輪還要保持三合 我先做給你看 先不要斷 你看 就是這樣做三合 你看 好 我三合做好了 所以我的下盤 就像坦克車一樣 前進後退 我的泡腦還 隨時可以保持水平 找到我所需要的角度 所以我這個時候在這裏 你前進 你看 我後退 前進 我就後退 我前進 你後退 你看 我死都保持三合 對不對 好 你前進 你前進 我後退 有沒有 再三合 好 這個時候我把拳打出來的前進後來 前進後退 看 這個時候三合發勁很強 好 進來 再進 還是三合 你看 我退完 是不是三合 他一進嘛 剛好來我一拳 好 前進 後退 轉進 看到沒有 在動態中還要保持三合 這才重要 OK